終於踏上臺灣土地 春節這趟復國島驚魂丟包之旅 即便回到國內 還是滿肚子苦水 就是怕我回不了臺灣 就這樣子 下次還會不會參加這個旅遊 不要啦 一定不要參加了 感覺被雜欺 我們買了購買的產品 卻是得到這種待遇 只要是年代有相關的晚餐問題 後面三千都沒有吃到這樣 春節期間年代旅遊 共四航班 七百九十人 銀漢地接社發生款項糾紛 導致行程 住宿 交通餐飲 都出問題 臺月官方介入十三號一班 已先返臺 十四號 共三個航班 把剩餘旅客全部接回 雖然平安歸國 但春節泡湯 這口氣咽不下去 第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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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就連飯都沒有得吃 我們連出門飛機餐都沒有 回來也沒有 觀光署的主任 現在已經在跟主任了解情況 觀光署住院南辦事處主任周興義 提早結束年假飛到富國島 坐鎮機場指揮 並關心旅客返台狀況 旅客嚴禮 聯合求償 更不排除提告 平保協會也成立專案小組 從開工受理旅客申訴 替這趟變調的過年之旅 討回公道 立刻下載 近新聞 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